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初心Origin Movement的創辦人 洪小恩老師來接受專訪 小恩老師你好 你好 小恩老師你當初怎麼會 想要從一個物理治療師 然後有這個轉變 去學皮拉提示然後自己出來創業 我想要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那我覺得在 在這個 診所上班他吃掉我太多事情我沒辦法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我的付出跟我的收獲是 不對等的 我希望我的付出比較多的時候我能有多的收入 然後我也希望我能自己掌控我自己的生活節奏啊或是說安排我自己的時間 那你是什麼機緣會接觸到皮拉提示 我有一個學姐她在學 然後 我因為她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 買一些相機啊 所以我把這些錢 我覺得還是投資在自己身上好了 所以我就一人 把他放在自己身上去做學習這件事情 所以你去學皮拉提示然後你後來覺得 他對大家有幫助所以你就 自己慢慢自己出來創業 對 然後我 我就是覺得我想要推廣這個 這個運動 這像 皮拉提示的運動方式 讓更多人了解說 這個運動對身體帶來的幫助有多大 所以我才會成立工作室 對 然後成立工作室的這個初衷是 我還同時在開工作室 工作室的時候 同時在外面教課 我怕我的學員 他們想要需要一些 訓練 因為我在推廣 他如果找不到人 那也不對 所以我成立一個教室讓大家可以在 下課之後或是有問題的時候還能找得到我 喔 是 對 那小老師你當初你們怎麼會把這個品牌取名叫初心 Origin Movement 初心 我的初心就是傳遞這個 運動的好 那也是有一個部分是要傳遞我健康 喔是 然後你上 然後 透過這樣正向的循環然後讓他的人生啊 有更多的 自在空間或是 豐富的生活 他更會安排他自己 喔是 所以你們初心傳達理念不是只有單純健康還有善 所以等於說他從 你到外身心靈整個都是健康的 身心的平衡是在這個產業我覺得是還蠻重要 如果你身為一個 老師的話 你的內外在是不平衡 那你會影響到你的學員 所以我覺得這塊 內在跟外在 外在的我們負責 那內在交給專業 但我覺得希望是 兩邊都能 妥善的去 照顧好自己 好好的 過好自己的人生 是這件事情 對自己負責 對 好 那小雄老師那我坦白說 你 自己開工作室那段期間跟到最後成立這個 促進這個品牌 這個過程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一開始 老實說就是 你要如何獲取客員 嗯 或是說 你要 如何讓人家知道皮仔提斯這件事情 我覺得比較難 像是 獲取客員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把自己推廣出去 你自己要先 能站出去到 那個老師的角色 所以像我自己 一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客員 我是 很 煩惱的 我就先經營我的 FB 我的IG 讓這些 線上的東西先出來 然後 同時呢 我也在做就是 呃 去上課嗎 去幫別人上課 去幫別人上課 去當社區大學老師 去代班 啊 我懂 就是你找很多機會讓自己曝光 比如說去社區大學上課 去幫別人代班 對對對 我讓我自己先站出去 那 大家認識 洪祥恩這個人 然後 聯想到皮仔提斯的時候 我想到洪祥恩這個人 啊 那我就有更多資源去連結到 然後去曝光我的品牌 然後我就慢慢的 再從我個人身份去轉到說 我來經營初心這塊品牌 所以初期年的方式就是 先讓自己都曝光 比如說去幫社區大學上課也OK 對 把自己推出去 然後讓自己去面對一個 因為我們是 我是本身是物體資料師 所以我對於這種群眾事實上 我是沒有經驗 但我們很會做 一對一的服務是我們的強項 喔 但社區大學 他就是一次都要 幾個人幾個人 他才會開班 對 所以就會蠻挑戰說 我們去對於他們怎麼樣 用 用這個我們的知識 透過嘴巴的 去傳遞 讓他們去學習到說 什麼是正確的知識 什麼是皮仔提斯 來教他們 那曝光老師 那你們初心這個品牌 最當初的 基因理念是什麼 品牌理念是什麼 品牌理念就是 傳遞健康與善 然後豐富 豐富 生命與自信 就是 像你講的 透過這個運動 把你的身心 都弄健康 然後就好好的過生活 對對對 豐富自己的生命 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好好過著自己 想要的生活 安排自己要的 這個時間我是想要去 學太極的 這時間我想要去跳舞 這是因為我想要學插話 欸 你有你的身體健康 你有能力去安排這些事情 也是對自己人生的一個負責 然後 有一些 有一些長輩來運動就是 我不想要造成我執女的負擔 所以我要把自己照顧好 所以 有長輩來上課 有有有 我有教過大概有83歲的 80歲 然後還有 現在一個 比較年長大概是74歲 所以皮亞提斯是 每個年前適合 沒有說一定是年輕人 你只要有意識 能控制自己的身體 或是說你有一定的認知 對 都可以來上 我們上的皮亞提斯是 器械的皮亞提斯 用器材去教學 真的 所以想想說為什麼你們是用器械式的 因為器械式的他比較 在訓練上的輔助 比如說 他躺在這個器械床上面他 沒辦法出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 應該說 如果說上 電上的時候我們需要練一些臀腿力量 我們需要 但他初期可能膝蓋不好或是 他的腳踝 活動不好 就是器械可以輔助他 用器械來輔助他 他才不會說我要對抗 這個地心靈我還要蹲 那我會造成我的膝蓋更多的摩耗 那換個方式 我們不對看地心靈 我們躺著 去做訓練呢 會不會增加他 膝蓋跟臀腿這些肌肉的力量 然後也會 這個 上面掛的糖果會模擬我們肌肉的收縮 訓練起來會比較有效 喔所以 香蕊老師你們 你們的皮亞提斯跟一般外面 因為一般我們印象中那個健身房的皮亞提斯 就像你講的 就是電上運動啊 然後自己要 這邊 有點跟瑜伽有點類似 但是你們又不是瑜伽 我們不是瑜伽 我們 在瑜伽跟皮亞提斯的不同 瑜伽也要偏身心靈 比較偏向 靜態的 伸展跟 站姿 比較久一點點 對 然後 這塊我比較沒有說是專業 所以我對於他的認知是這樣 那在皮亞提斯上 他比較偏於動態 有點節奏跟流暢 他是要動起來的 所以你要 一邊在訓練中的時候 你要動作 比如說我現在身體要彎到這個角度 然後我等一下 另外一邊有沒有 一樣對稱的動作 這樣出現 他就需要去學習控制 是 然後我們的訓練上跟健身房不同 在於說 我們 來我們初心訓練的 我是整體性的 我不會只看你一個部位 比如說我要練胸 我就只有練胸 沒有 對有可能是 你的背也要練 你的胸也要練 然後你整個脊椎 他的動作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脊椎他都有沒有柔軟度 包含身體這個軀幹都會練 我們不會只有練肢體或食肢 你們不是單一個部位 是全身 我們是整個身體 他的縱厚 我們都能去調 柔軟度啊 然後他的筋有沒有很緊啊 或是說他的關節活動 或是卡卡 或是說他脊椎動的時候 他動彩他就覺得就是 很不對 或是他的胸椎他卡住了 那我們要透過這些運動來把他打開來 把他放鬆 恢復他的結構上的平衡 跟他的肌肉跟筋膜的平衡 所以想想是你們初心的 皮亞提斯課程 比較針對是 個人的客製化 就是 針對你個人的身體的狀況 去幫他設計 對對對 所以我們的課程都是還 蠻吃老師的專業度 你這個老師他 他不是 向外面就是去上個研習課 他就 就能出來當 就能稱老師 我們沒有 我們要 去考 證照 然後這個證照的 考照過程 他是需要兩三年 所以證照要需要這麼久時間 你要準備到你上完課 到你去考證照 其實 一個人上線 人在線上 教課的老師 他都是需要 這樣的培養 所以我們的老師量很少 因為我們很重視 喔我懂 重視那個數字 不是那個量 對對對 然後老師 的專業性 夠才能解決 身體上的 一些狀況 那曉曉老師 那你們 初心的皮亞提斯課程 跟外面一般 健身網 皮亞提斯課程 特色在哪裡 我們特色我們都用 都是 整套的系統 是 的皮亞提斯的 那我們的器材也是用他們原廠的器材 喔是 這樣的器材只用配合 這樣原本的訓練系統上 他是最原子原文 你不用飛到加拿大 在台灣就可以 台灣就可以 就台灣可以享受 而且是在 中部 可能在你家 哪一個地區上 你就可以過來 然後 我們都是提供客製化的訓練 然後針對你體態平衡去做 做平衡的動作 讓你能恢復你的 知識 然後來減少一些 一些身體上的 關節僵硬 或是說 筋人硬的部分 我懂 你們比較是針對 個人 不是像一般那種 健身房的那種團 他就是大家一般 反正你就是來上課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相對我們 因為你在這個時間下 會變成說你的教室只有你一個 你實習才只有一個 你要請了一個 專業的人員 所以我們收費相對比較高一點 但是他的效果 會比較好 對 如果你 比起你投資 在團體課可能兩三年 那你不如投資四堂課在這個上面 濃縮 是是是 你在學完之後再去回去 回去團體課你會更有感覺 喔原來 團體課老師在講這個 我的身體會 體感會更好 那小老師那你們初心 歐立群摸摸摸這個品牌 他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 短期內就是希望說大家 當然也是推廣 這件事情 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我們要建置我們公司的團隊 然後這個團隊呢 我們會把 初心這塊 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的裡面傳遞出去 然後 在中期的部分 我希望有更多老師來加入我們 然後也是有數值的老師 那長期的話呢 我會比較希望就是在我們的 中部地區 他是 他是比較有一個專業性 然後有一個 小規模的教室 等於說是 皮特提斯專業的教室這樣 對對對 講到這件事情 那中部會想到我們 想要出現這個品牌 對 好 那小燕老師那如果說有人對 就像你講對皮特提斯 或對健康產業有興趣 他想創意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我會先建議他先去培訓 培訓完之後呢 因為你已經有學了功夫 那你已經有這些 學習到了工具跟器材 你要怎麼樣去應用 你就可能去先去設大 然後再去外面上 就是教課 把自己的工具磨得 比較 先上課 先培養自己之後 然後先去有經驗 先教課 讓自己的這些 使用的工具比較完善之後 你再 再想好要不要創業 如果你的 你對於自己吃飯工具還不熟 你就想創業 這件事情 很危險 很危險的 因為你可能自己會養不活 你連工具都不會用 然後 不要給自己留後路 我覺得小老師建議很好 就是 其實創業版就是這樣 不管什麼行業都一樣 不只是健康產業 其他產業一樣 你創業就是你自己要有決心 要能夠堅持 你不能說 不然沒關係我試試看 如果不行我再回去上班 如果這樣子一定做不好 這樣心態 真的會做不好 是 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初心Origin Moment的 創辦人 洪小恩老師來接受專訪 謝謝小恩老師精彩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你讓我們對提高提示更有認識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